大家好,我是Koko Mano 今天我们有搞五高演出 来分享一下 就是我自己在日本工作 感受到的日本女性在这个求职市场有多困难 本身是2011年来到日本的 来日本之前,来东京工作之前 我是在台北的一家化妆品的代理店工作 因为觉得台北嘛,物价高 还有她的房租也贵 所以其实我工作了三年左右吧 就是存不到什么钱 那就不如回高雄工作 然后找个工作就是家里住家里 至少还能存多一点 因为那时候在台工作怎么样 都顶多只能存个一万块而已 把工作辞了 那就在我跟每家厂商 就是化妆品品台商爱撒 就是短短时间谢谢你人照顾了之类的 这样的例行性的发文的时候 有一家是我们最大家的那一家 他就问我说你有没有想要来东京工作 他说他们有想要扩张海外市场 但这个部门还没有成立 所以他在问我的医院 那我想说好啊,难得的机会 去日本也是很好的机会 所以我就这样子来东京工作 那这福利算很好啦 因为他没有帮我租房子 就是我来日本没有地方住嘛 我给我租房子 所以房租什么都差出 所以福利算我觉得算很好 但是单身女生 如果你在日本 只要你肯拼好好工作 你的薪水都会是不错的 但是首先你的日文能力要不错 然后又会写英文的话 然后因为我是本来就懂一些国际贸易 就是什么海关啊 invoice packing list 这些我都会 所以基本上 只要你有些这些基本的能力的话 在日本其实不难啦 但是问题是出在 如果一旦你结婚有了小孩之后 结婚还不算什么是你有了小孩之后 这个求知市场就对女性来说 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 我觉得有一半的日本女性是结了婚之后 有了小孩 她们很多女生是不愿意再继续工作的 可能或者是小孩已经到国中的时候 她们才会出来做打打勾勾工作 很多人真的就是学历很好 然后建了是大公司 然后建大公司找到一个好老公之后 剩下小孩她就 然后就直接不工作 然后就直接让孩子 欸到孩子如果上国中之后 能够自主的去 就是你不需要照顾她了嘛 然后这个时候他们会觉得 那孩子可能要补习 要补习费的时候 他们才会去稍微去打一下工这样 所以很多我觉得 绝大部分的女性会有这样的一个 就是日本的女性大部分的工作意愿不是很高 那部分是工作意愿比较高 但是就很尴尬 有如果工作意愿高 她通常就不会生小孩 那如果工作意愿高又生了小孩 她们就会跟我一样很 陷入一个就是很不安 就是很困扰 就是你已经有小孩了 然后像我这样小孩一个四岁一个七岁 就很困难 你找工作的时候 大概只能找到派遣的工作这样 那派遣又所谓的三年合约 那像我现在的工作是 一个半导体产业的公司 然后她们其实一开始 本来只打算请半年的期间 那后来是因为可能 我会很主动的去跟她说 欸你有没有什么工作啊 然后竟然跟她要工作来做 然后在某一部分的程度上 给她很大的帮助 那再加上可能有帮她做一些算 口译的工作了 那本来口译对我来讲就是一直都是在做的事情 从在台湾在那个带领工作 所以我一直出社会 就是一直在做口译的工作 从一开始我真的口译做得不好 第一就是大学刚毕业的时候 是后来越做越越就是越做越顺 就是我觉得是反而工作上面 让我学到蛮多的 那会议的口译也有给她一些 就是给她们提供蛮大的帮助 所以本来是半年的合约 然后后来变一做就做三年 所以我这个工作到今年的12月底就正式结束 就是她们其实我自己还有她们都很想要继续 这问题是派遣的工作 就是三年就是停止了这样子 就结束 然后必须赶快再去找其他的工作 那其实我现在就是一直重复就是这种循环 因为就是有孩子你在求职的市场 在特别在 我不知道台湾也许是这样吧 在台湾可能你的孩子 还有你的公公婆婆或你的爸爸妈妈可以帮你带着 所以你也许有了孩子 你还是可以去出差 你还是可以加班 可是在日本这种情况完全不同 就是你公公婆婆婆不会帮你带 日本的女性 她如果自己的老家太远 她爸爸妈妈也没有办法帮忙 那我看过一些 一些在上班的女生 她能够请她爸爸妈妈 两家的爸妈来帮忙的话 是因为住得近 刚好都住东京的话 那可以相互帮忙 那不然大部分女生都是自己独立 百分之 她们的育儿这件事情是百分之百 是她们自己完成 完全不假借他人 这就造成了日本女生真的在求职的活动 就是能够活动的范围就很低了 就第一个你出差不能嘛 然后第二个你加班不能 所以自然震舍员这种事情 你就从此跟她不会有相关 除非你一开始就进了大公司 然后你一直做到你生小孩 你还是一直在这个大公司 以正职的身份 正社员的身份 一直在这间大公司都不退的话 那也许你可以用短时的方式工作 但生小孩就算是正社员 你也不太容易生 就是你还是正社员 那是你是短时 比如说他们一般工作 都有45个小时的加班费 算在你的总的头头薪水里面 那你既然不能加班 他就要把你这个薪水中的45个小时 薪水部分拿掉 原本假设是25万 你拿掉那45个小时 大概可能就剩18或甚至20 那30万的人可能就也是剪下来 会剪掉那个可能就25左右 会剪掉蛮多 那加上那个税金啊 劳动保险这些扣一扣就更低了 日本的女生很多 就是工作生了小孩之后 就不工作的也很多 那还是有一些就是处于很尴尬 就像我一样 好想工作 可是生了小孩了 还是很想工作 然后一直被 对你说 在这个日本的求职市场 就一直被当成就是 非主力的工作群 然后我就觉得 好对我12月底 我现在还在又在找工作 然后等于说我12月很低 就是这一阵子也是在 又要重复面临这个问题 可能就还是只能找派遣或打工的工作 然后感觉自己就是好像被这个劳动市场给排除在外 有一种 恶军你知道吗 就是在打棒球的时候 有一军二军 然后你是永远的是第三流的三军部分 就觉得 嗯就觉得蛮难过的 可是我还是非常想要成为正式的游戏 真的还是很想我知道这是根本不可能 在日本这个市场 你也有小孩了 然后你小孩还这么小 社员工作 就等于天房也谈 而且加上就是正社员 他的福利制度比较好 因为毕竟有bonus嘛 唉就是觉得从此以后跟这个 一军市场无缘之后 然后每次就是 你只能坐中断起的派遣的工作 这个刑警真的是蛮辛苦的 现在有很多人有小孩了 但是还是很想工作的人 可能还是会碰到跟我同样的问题吧 虽然我上司很努力的去帮我争取 跟上面的上司去争取 但是结果出来还是不尽人 因为肯预算的关系 而且不是只有我们这一块 这个部门 而是整个group 因为这个企业非常大 然后刚好我三年又到齐了 因为跟这家公司做的真的蛮愉快 然后我觉得做的也蛮开心 就很想要再继续 但是就是没有缘 刚好今天我主管就发了一个文 他说这东西我偷偷给你看 然后你不要让上公司的人知道 他要去跟他的上司上司去说 为什么我需要这个人才 他必须拿来一篇报告 我帮他做了什么事情 然后节省了他多少时间 他把我在这三年 我在公司做的时机给展示出来 把他写出来 然后看完这篇 我突然觉得很感动啦 就是很想哭 还是觉得自己蛮幸运的 就是能够碰到这些很好的公司 包括我能来日本 然后碰到 愿意有人帮我从日本这样拉过来 所以我觉得一路上还是蛮幸运 碰到一些很好的 很好的人 当然有碰到不好的人 然后我就觉得 看完他帮我统整这篇内容 我觉得因为有时候我在面试 我真的很不会表达 我自己做了多少贡献 做了多少时机 我超不会讲这些 会讲这些真的很重要 那日本很喜欢看这些 还有你把一些 你要把这些东西还要具体化 数字化 可是我就超不会的 他说他知道我现在在面试别的公司 你可以把这边的内容拿去讲这样 我就觉得好感动 然后我就觉得 看完一整一整看我就觉得很想哭 算是分享了 那我接下来可能就会很忙 还要去找工作 就是现在9月嘛 然后我们做到12月底为止这样 希望找工作能顺利 我真的很希望能够继续在半导体 那一个很好可以做长久的工作 人事相处都不错的地方 那大家呢在日本工作的 有在日本工作或者目前在台湾求职 大家有碰到什么 什么样的问题还是什么样的困境 欢迎留言跟我说 那今天就讲到这里啦 那如果喜欢我请订阅频道 想更多 你不知道在日本呢 拜拜